这一期我们来梳理一下南北朝时期北齐的灭亡过程 大概可以总结为40年十场战争 534年北魏的最后一位皇帝元修不顾高欢的挽留依然跑到了关中 高欢则重新用立了元善建为帝东魏建立 定都是叶城 离开龙潭落入虎穴的元修于当年的年底被关中的宇文泰杀死 第二年的1月宇文泰就用立了元宝巨位帝西魏建立 至此北魏灭亡宇文家与高家的角逐则正式拉开帷幕 他们之间的第一场战役叫小关之战或者也叫同关之战 537年春高欢派出三路大军攻打席位 高奥曹公上落 窦泰公同关 高欢自己则带兵军蒲板并且造了三座福桥准备渡河 宇文泰经过分析认为窦泰一路才是真正的主力 于是就集中兵力去迎战窦泰 因为行军比较迅级而且隐秘 所以窦泰有点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宇文泰给击败了 最终是兵败自杀 高欢这边听说之后不战而退 撤退过程中又召回了已经拿下上落 并且准备进攻蓝田的高奥曹一路 回去之后上落也就重新归了西威 所以这一战在领土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以高欢的损兵折将而高中 这里我们可以根据战争的发生地 大概来感受一下此时西威的版图 差不多也就这么大版 而且就这个区域内应该也没有形成有效的统治 所以西威的兵力是非常的缺乏的 不然也不会集结全军只抵挡斗泰一路了 而这一点在第二场战役 沙院之战中也会有更深的体会 还是这一年的八月 因为关中这几年是连闹饥荒 所以宇文泰带领李毕等12名将领 带领布满万人 有可能就是他的全部军队了 他们出关拿下鸿农 希望在这里来解决吃饭的问题 任九月高欢就率领20万大军 从湖口来到浦板 高奥曹则率3万出河南 宇文泰一看这架势就赶紧留了率军入关 高奥曹则顺势为攻鸿农 一个叫薛醋的就建议高欢说 西北连年饥荒冒死出来求粮 现在高奥曹已经把鸿农给围住了 粮食运不出去 我们只要在药道上屯兵把守 估计用不了多久 西北的军民们就饿死的差不多了 到时候就可以不战而降 这个薛醋在529年的时候 曾经提出过一个很有建设性的意见 当时还是尔珠蓉的天下 齐帝的刑稿和南梁的 陈庆之辅佐的元昊一起作乱 那么关于先打谁的问题 薛醋就建议是先攻打元昊 因为元昊是中亲 更具有主动的攻击性 可惜结果没有人听 最终也就导致了元昊入落 这一个还算危险的结果 而此时掌权者高欢 依然是没有听从他的意见 这也是高欢此次战役 泛魂的开始 这个时候我们的宇宙大将军 侯景还没有泛魂 他也提出了自己 比较有建设性的看法 他说不如把军队一分为二 万一前军败了 后面还有一个照应 高欢依然是没有听 大军就浩浩荡荡地 从蒲板全部渡过黄河 宇文泰当时在渭南 害怕高欢打到长安 就在几方的军队 还没有完全集结的情况之下 就选择主动去迎击高欢 10月份的时候 宇文泰来到沙院 因为双方的兵力过于悬殊 差不多是一万对二十万 李毕就建议说 敌众我寡 不可以在平地上作战 我们可以去东边 有个叫卫区的地方 卫区应该就是 卫水比较曲折的一块地方吧 那里土质泥泞 又长满了高大的芦苇 宇文泰就让将士们 藏在芦苇里 以鸡骨为号 当高欢大军杀到位去时 一个叫狐狸枪举的人说 这个地方没法发力 不如假装和他们对阵 然后私下里派金瑞去 直取长安 高欢不知可否 转而说 要不一把火烧了他们如何 侯景这个时候就开始犯魂了 他说要活捉了宇文泰失重 万一烧死了 谁能相信宇文泰已经死了 彭乐则说 一百个人抓一个人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吧 如果是按照一百比一来算的话 宇文泰的人数就只有两千人了 当然彭乐也只是一个比喻 这里不能看出 高欢一行人呢 大多数已经在想的是 怎么来处理这些 他们眼中的战俘 而不是这个仗该怎么打 这其实也可以理解 就好像把你扔进幼儿园 你会想战术吗 干就完了 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 鼓声起伏兵出 东魏打百 这场战役的看点还挺多的 李毙的弟弟李彪个子很小 甚至可以藏在安甲之中 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但是作战非常勇猛 齐军都喊 要避开这个小儿 宇文泰感叹道 胆觉如此 何必八尺之躯 蒸鲁将军耿令贵 更是杀得一甲进鸿 宇文泰说 关其一甲 逐之令贵之勇 何必属击 而对方那个刚才说 要一百抓一的彭乐 也确实是一员猛将 他拼杀的肠子都出来了 还在那继续的厮杀 可以看出这场战斗 打得还是非常惨烈的 东魏这边眼看着 士兵四处逃窜 大势已去 高欢还不死心 不肯离开战场 胡绿金则抽打着 高欢的战马将他拉走 连夜渡河而去 这一仗高欢损失了八万人 之前围攻洪农的高奥曹 听说高欢战败 也解了洪农之为 推手洛阳 宇文泰补充了兵力 振奋了士气 提高了声望 可谓是赚得盆满不满 甚至立马就有精力 发起了对东魏的反击 独孤姓攻洛阳 贺巴胜李弼等人为普管 这两路进展的都非常顺利 因为当时的洛阳 早已不是繁华的帝都 宫殿都已经被高欢拆除 去建叶城去了 所以洛阳的守军并没有死守 直接就撤了 浦版这边也是立马开城投降 西魏的势力也就扩张到了 河东地区 538年7月 高欢围攻独孤信的金庸城 宇文泰带兵来救 西魏前锋李弼达西武 与东魏的前锋 莫多罗戴文在笑水相遇 戴文战败被杀 东魏军队顺势解了金庸之为北去 与前去追击的宇文泰相遇于河桥 所以接下来的这场遭遇战 就是河桥之战 在交战过程中 宇文泰的马被射中 宇文泰坠地 这时东魏军追来 宇文泰身边的人一哄而散 危机时刻 都督李牧假装超达宇文泰 并且骂道 龙东军士 而曹祖何在 而独留此 东魏军一看 这应该不是什么大人物 就不再去追他 宇文泰和李牧也就得以逃脱 这个不太懂战场的具体情况 挺难理解这个场面的 不是什么大人物 就没有人来补个刀什么的吗 宇文泰虽然差点被俘 但他带领的七卫军 还是大破东卫军 东魏将领高奥曹 应该是比较张扬 目标比较明显 遭到了猛烈的攻击 狼狈而逃 而己方守城的高家宗族 高永乐 因为和他有丝绸 闭门不受 知道自己必死无疑 就和追兵说 来 鱼汝开过宫 然后就被追兵斩杀了 可惜的是这个追兵 并没有得到开过宫 而是被赏了不捐万段 并且也不是一次性给的 是每年都给点 一直到北周都灭亡了 还没有给完 当时两军交战的战线很长 宇文泰这一路虽然是打胜了 但是他的左路 赵桂 宜峰 以及右路的独孤信 李远 都是作战不离 一时间又找不到主帅宇文泰 就都直接把部队扔了就开溜了 而利虎所带的后军 看见独孤信的人后撤 也就跟着一起撤回观众去了 当宇文泰跑到宏农的时候 宏农的守军也早就溜了 只剩下了之前安置在这里的祥竹 他们闭门拒守 最终是被宇文泰攻破 等到蔡佑也在前线上 拼命赶回到宏农时 宇文泰说 而来无无忧意 当晚宇文泰是整着蔡佑的大腿 才得以安然入睡 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在前三战里面 除了沙院之战 西卫的军队藏在了卢尾丛中 算是有一点点的技术的话 其他的都是在野外的正面对决 毫无技术可言 就是硬拼 而战场的局势也是瞬息万变 根本就不知道谁会赢 恍惚间好像回到了春秋时代的战争 另外也可以看出 两方对于洛阳这一地带 都没有要死命争夺 或者是拼死守护的意思 弃之如家常便饭 比如说这一年的12月 去年从东魏投降过来的 世云宝过拿洛阳 首将王农鬼又是直接的弃城逃走 洛阳就再次的落入到了西魏之手 在这之后 两位之间逐渐趋于平和 很长时间都没有大规模的交战记录 一直等到了542年 两位之间则再起战火 是高欢主动率兵来讨伐西魏 早在538年的时候 西魏的王思政以玉璧之地险要 请求在这里驻城 而此时刚好就挡在了高欢的征途上 高欢对王思政说 若翔当兽以兵轴 王思政反问道 可诸魂道远想 何以不得 一句话就给高欢怼眉电了 没多久因为玉璧下大雪 东魏氏族冻死饿死不少 高欢就解围而去 可能高欢也觉得 王思政说的有道理 这样下去的话 没有人愿意投降了 回去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封可诸魂道远为并州刺史 没想到最终帮助自己兑现诺言的 居然是对方的将领 到了第二年 双方的大战再次爆发 有一个不太重要的直接原因 是东魏御史中魏高仲密 他娶了崔仙的妹妹 然后又将之抛弃 而这个崔仙和高欢的儿子高成 关系比较好 不知道是建设起义 还是为下属出头 高成就侮辱了高仲密的 比较漂亮的妻子 之后高仲密就以虎劳反叛 投靠了西魏 宇文泰则以此为契机 发起了对东魏的战争 之所以也说它不太重要 是因为双方的战争 在去年就是高欢为玉璧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端倪了 所以这件事充其量 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 高欢将兵十万前来迎战 双方在芒山脚下摆开了阵势 所以这第四战也叫芒山之战 沙燕之战时的猛将彭乐 帅数千骑率先攻击西魏的军营 所向无敌 抓回了各种王 都督将者等48人 然后东魏军乘胜追击 大败西魏 斩首三万余人 然而在接下来 彭乐追击宇文泰 马上要追上的时候 宇文泰说 你是不是傻呀 没有了我 还要你干什么 彭乐一听好像是这么回事 就带着宇文泰身上的金子回去了 差点没把高欢气死 但是终究也没有舍得杀这个彭乐 第二天双方战战 这一次轮到了高欢实力了 他丢了马匹 在追兵将至的时候 亲信都督为兴庆说 大王快走 我腰间的剑还足以杀百人 高欢说 如果之后你还活着 就封你为淮州刺史 死了就封你儿子 兴庆说 我儿子还小 你还是封我兄弟吧 高欢走之后 兴庆就战死 但是高欢也并没有脱离险境 赫巴尚又带人追了上来 但是不巧的是 赫巴尚没有带弓箭 手里只有朔 所以始终也差那么一点没居上 并被东魏的弓箭手舍退 高欢才最终得以解脱 读到这里是不是更像春秋了 双方的最高指挥官都亲自在下场拼杀 随时都有被俘虏的可能 宇文泰这一路虽然是取胜 但左路的赵贵一路是作战不利 进而拖累了宇文泰一路 最终是全军撤退入关 高欢一路追击来到了洪农附近时 对于是否继续追击产生了讨论 最终高欢选择了撤军 错过了他能一统东西的最佳机会 这一战双方是互有胜负 勉强算是东魏财生吧 三年之后的546年 高欢又发动了第五场战争 玉璧之战 此时玉璧的首将是王思政推荐的韦孝宽 和高欢之间即将上演一场精彩的攻防大战 高欢先是断绝了城中的水源 又在城南骑土山 想要以此入城 韦孝宽就在城上搭建起更高的建筑来抵御 高欢又改从下面挖地道 韦孝宽就在地道的必经之处 挖了一条长线来进行拦截 有人挖过来了就采取火工 还有大型的古风机主任 高欢又改用战车撞击城墙 韦孝宽就改用漫步来拦截战车 高欢用火来烧漫步 韦孝宽则改用长钩来拦截火工的器具 具体的作战形式可能听上去不太直观 比如说用布拦战车是一个什么操作呢 不过不重要了 总之就是高欢用各种手段 都被韦孝宽见招拆招一一化解 没办法的高欢只能玩起了嘴皮子 派人劝降 韦孝宽说孝宽关西男子 必不为降将军也 高欢又寄希望于他人 就射箭于城中 上述能战城主降者 拜太尉 封开国军功 韦孝宽则用同样的方式写道 能战高欢者准此 翻译过来就是 高欢前后攻打了有50天 士卒伤亡7万 高欢就上了一股火病倒了 刚好也有流行罪营 于是东魏就解围而去 高欢回去之后 军中就流传起了高欢已经被韦孝宽射死了的谣言 而西魏这边也趁势放出号令 敬弩一发凶身自云 具体什么意思不用去管他 目的呢就是让东魏军中高欢远命的谣言更真实一些 高欢没办法只得带病公开亮了个相 应该是在一场宴会上吧 胡绿金也参加了 并且创写了或者是书写了著名的赤乐阁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地现牛羊 高欢唱歌之时 不觉悲传中来 挨感流涕 或许是有感于人之将死 也或许是回忆起了自己的少年时光 第二年一代小熊高欢去世 回顾之前高欢对宇文泰的无产战争 高欢算是三败两胜 然后胜的也都有一些代价 不是酣畅淋漓的那种大胜 所以你会怎么评价高欢的军事水平呢 高欢死后 儿子高成解题 向来看不起高成的侯景反叛 先通西魏 后通南梁 在被北齐的慕容少宗击败之后 就带着几胜的八百人去呼唤南梁去了 也就是侯景之乱 他之前说掌握的东魏地盘 而部分被东魏收回 也有一部分是被西魏占据 就比如说长射 此时的首将正是离开玉璧的王思政 548年 东魏派高越 慕容少宗等人将兵十万来罚 双方的第六战长射之战打响 这一战打得很持久 一直打到了第二年 刘丰生建议用水攻的时候 长射开始有点坚持不住了 更要命的是大水过后 西魏的援军也没法救援 只能是孤城自首 东魏就派擅长射箭的人 坐在大船上 来到城门前往里面射箭 就在马上要攻破的时候 突然挂起了一阵大风 把慕容少宗和刘生峰的船 给吹到了城门下面 城上的西魏将士 则用长钩把船勾住 然后乱箭齐发 最终慕容少宗是在逃亡时被淹死 一颗冉染兴起的将星 就这样莫名其妙地陨落 而刘丰生也被乱箭射死 但长射城里的将士们的处境 并没有因此而改善 城中缺炎 病死者十之八九 城墙也最终是被水冲塌 王思政被迫投降 长设置战结束 这一战其实规模并不大 属于局部的小规模战役 毕竟这个时候 两边的实力已经比较均衡了 谁都吃不掉谁 所以之后两国也就进入到了 一个较长时间的相对平和的阶段 最终是被一个全新崛起的步骤 打破了这种平衡 这就是突厥 从北魏建立一直到现在 北方草原都是在柔然人的控制之下 导致北魏分裂的六阵起义 就多少有点柔然的因素 北魏在分裂为东西魏之后 柔然也就成了双方的拉拢对象 比如说和和亲傻的 最有名的就是和高欢的和亲 也就是如如共诸 为了制衡柔然对西魏的威胁 宇文太则派人去通史突厥 这个时候的突厥还非常弱小 居住在金山附近 为柔然人打铁 也被柔然人称之为断奴 小突厥对大西魏的到来受宠若惊 说大国使者至吴国其将兴矣 551年铁乐讨伐柔然 但是还没有等到就被后边的突厥给灭了 突厥则开始崛起 并且因公向柔然求婚 柔然的阿拿贵断然拒绝 并且很愤怒 说而我之断奴也何敢发誓言 宇文太这边则再次的抓住机会 与突厥进行和亲 接下来柔然就开始了他的捉死行动 不仅遭受突厥的功法 还惹了北齐的羔羊 再加上最后宇文太的出卖 柔然就彻底的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 北方草原也迎来了他的新一任拔主突厥 556年宇文太去世 侄自宇文户用力了宇文爵建立北州 西魏以及北州都是和突厥交好 于是563年 双方准备联合攻打北齐的晋阳 晋阳可以说是比夜城更像是北齐的渡城 城池固若金汤 加上当时是12月份大雪纷飞 突厥人看到北齐军队的士气高昂 直接就杀鸭子跑了 而北州的阳忠还是比较执着的 或者说是比较愣 骑马不行他就带着布竹直接冲上去 结果当然是大白而归 这一年的9月 北齐听说北州和突厥又要来联合讨伐自己 就送还了北州实际的掌权人 宇文户的母亲 但是突厥人可不管这些 你送的又不是我娘 还是想要按照约定来入侵北齐 宇文户也不想付突厥之约 来给自己招来变换 于是就在这种复杂的心情下 再次的出兵了 这一次总共是兵分四路 玉石炯率十万罚洛阳 全景轩奔玄护 杨镖出指关 还是由杨中去接应突厥 很明显主战场是洛阳 但是这一次的洛阳 并没有像之前一样被轻易骑手 打了三个月也没有打下来 北齐这边又派出了 胡绿光和蓝陵王高昌宫 来救援洛阳 皇帝高战也和段韶 带着一千精锐骑兵亲临现场 一时间洛阳城下是群鹰汇翠 本就没有这个作战计划的北州 很快就败下阵来收兵回家 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段明场面 就是蓝陵王高昌宫带领500骑兵 突破重围来到了金庸城下 但是因为戴着面具 城上的人也不知道是谁 等高昌宫摘下面具 城上之人才张公营救 城下的周军也随之撤退 因为这一场面之后有了蓝陵王入阵曲 不知道这个场面之所以出名 到底是因为蓝陵王的战功 还是因为他比较独特的 或者是俊俏的装容 除了洛阳方面战败而归 初始观的杨镖则战败投降 而另外两路看洛阳一路撤军 也就又跟着回去了 所以两次的与突厥合作 都是无功而返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突厥在565年的时候 开始与北齐交通 北方则又形成了三角关系 三角行嘛 终归是稳定一点 所以接下来北周与北齐 又维持了几年的相对和平 甚至在569年的1月 北周还因为北齐的太阳皇高战去世 而罢朝会 并派人前去吊丧会葬 但是到了8月份 一件意外的事 让双方再次的燃起战火 洛阳附近有一座城叫孔城 城主被盗贼所杀 并且把城池献给了北齐 因为这件事呢 在9月份的时候 北周的宇文县就来到夷阳 在这里建造了五座城 包围了夷阳 然后等到了570年的1月份 北齐名将胡绿光 则带领不齐三万前来救援 夷阳的拉锯之战开始 一直到了年底 依然是难分胜负 于是胡绿光就在 焚北开辟了新的战场 北周这边也解了夷阳之为前区救援 之后则是在两个战场上 眼花缭乱的一通混战 各种铸城工程 大概是在571年的时候才结束 双方算是打了个平手吧 因为这场战役不是很重要 也比较混乱和复杂 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 572年发生了一件大事 出去声援 宇阳焚北之战的 北周实际掌控人 宇文厚回到了长安 当一回来就被不甘心当傀儡 并经过精心策划的 北周武帝宇文雍给干掉了 从此一代英主正式上线 而对比同时期的北齐 也是这一年 北齐皇帝高尾的 昏庸程度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又因为禅言杀死了大将胡绿光 同样都是经历了一段 正局动荡的岁月 北周这边出了一代英主 而北齐这边 则来了一个无仇天子 不知道这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 总之留给北齐的时间不多了 575年 在高尾继续无忧无虑的玩耍的时候 宇文雍则策划了 他执政以来的第一次发起行动 出发之前 大臣们都建议 洛阳这个地方是四面受敌 得到了也守不住 而且之前打了那么多次 也没什么进展 不如只取太原 但此时的北周五帝宇文雍 可能还过于稚嫩 或者是另有打算 他还是选择了 亲帅6万人攻打合银 也就是合银之战 开始的时候一路进展顺利 但是在金庸城 遭到了独孤勇业的顽强抵抗 加上之后北齐的援军到来 而宇文雍又生病了 于是北周就丢下了 已经拿下的城池 无功而返 第二年1月 宇文雍再次发起 这一次他将目标定为了晋州 进展的也是非常顺利 晋州四世直接投降 并且配合周军拿下了整个晋州 这个时候的高伟和冯淑菲 正在晋阳附近游猎 听到晋州陷落的消息之后 他决定和冯淑菲再杀一盘 不过之后呢 还是率大军亲自来到了平阳城下 而宇文雍则是躲避习军丰盟 直接退回了长安 刘梁世言率一万精兵镇守晋州 之后北齐围攻晋州 在挖地道极江公路的时候 高伟却突然喊了一声停 原来他是要冯淑菲来亲自观战 冯淑菲不紧不慢的去花了个妆 北州这边已经把地道堵死 北齐失去了最佳战绩 后来又为了给冯淑菲搭观战台 还抽掉了攻城的木头 等于说高伟当时真的有这么荒唐吗 这个荒唐的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不过史书上确实是这么写的 没几天宇文雍这边又从长安回来支援晋州了 所以他是回家中场休息 然后顺便喝了口水吗 不知道他这一次的作战目标如何 但是却意外的打成了一场灭国战争 宇文雍与高伟隔着北齐刚挖好的长嵌对峙 这个时候高伟就开始犹豫 是打还是不打呢 蔡梦梦说对面是天子 你也是天子 怎么能不打呢 高伟一听有道理 于是就田嵌出兵 结果两军一交锋 北齐这边稍稍有一点点的劣势的时候 高伟就带着冯淑菲跑了 这个时候宇文雍又以将士疲闭为由 想要撤军 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 此时的宇文雍并没有奔着灭国来的 出现烈士了就跑 然后建好了就收 当然如果这是他的什么计谋 那就属于我误会他了 听说宇文雍要撤军 之前的晋州守将梁士岩就不愿意了 老子之前在这守城差点死着 你说不打就不打了 他就劝宇文雍趁着北齐军兴不稳一鼓遮气 于是宇文雍就率军继续的追逐齐军 这个时候的高伟已经跑到了靖阳城 并打算留高燕忠守卫 自己则继续北上朔州 如果靖阳也失守了 他就打算奔突厥而去 等北州拿下戒朽直奔靖阳时 高伟任命了高燕忠为宾州次使 并且说 宾州凶自取之 而今去矣 但是他也改变了主意并没有本突厥 而是奔夜城而去了 高燕忠迫于转战形势在靖阳城地 高伟听说了之后来了句 我宁使周得宾州 不欲安德得之 安德指的就是高燕忠 这种想法还挺耐人寻味的 北州攻打靖阳时 宇文雍与军队趁机得以进入 但是差点被前后夹击的骑军给团灭了 部下拼死保护才得以处成 高燕忠还以为宇文雍已经死在了乱军之中 就派人去死人堆里找刘长胡子的 结果并没有找到 捡回一条命的宇文雍又慌又恶又想撤军 但是再次的被部下劝职 重新攻打靖阳 结果靖阳很快就被拿下了 并且活捉了高燕忠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港海帝王建立的不朽攻击之时 都会忽略掉 他们在艰难困苦之时也曾害怕退缩 也都险些错失良机 只是最终出于对红土霸业的渴望 都让他们留了下来 这很真实并不丢人 也不影响我们后世对他们的评价 此时跑到夜长的高尾这干嘛呢 他想以重赏招募战士 看样子是要做最后的抵抗 但他却始终不肯真的拿钱出来 这让我想起了南齐的肖宝卷 他在被围攻的时候也是不想出钱 说难道反贼只是想抓我一个人吗 为什么偏偏要我来赏赐呢 这一南一北的两齐 在想法上还是挺一致的 不赏赐不说就连狐狸孝青写好了的 战前动员演讲稿 让高尾去给将士们打打鸡血 结果上了台之后 他居然还能忘词 只知道哈哈大笑 将士们就非常不满 说你都不着急 我们着什么急 除此之外呢 高尾确实也挺聪明的 他干了一件可以确保自己 不会成为王国之君的事 那就是学习他的老爹 提前善让皇位给了自己的儿子 虽然当时的儿子高衡只有七岁 高尾又派人去福口查看敌情 结果这个人看到一群鸟起飞 就直接给吓跑了 势中陈德信就劝高尾渡河向南木兵 实在不行的话 还可以投奔陈国 话说当年高尾的爷爷高欢 也是在夜城 也是如当前的形式 在儿株家族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下 结果却建立出了不适纪业 这才多长时间呢 高家就已经堕入到了这般田地 之后高尾夫子就在 还没有看到周军的情况下 去了冀州 而且又将皇位隔空的 善让给了盈州的高街 继续逃跑到了青州 之后还想继续的往南城跑 但是他身边的奸臣高额纳公 想要帮助北州 活捉高尾立功 就骗他说 周军还远着呢 并在私下里通知了 北州他们的位置 最终导致了高尾和高横 都被活捉了 北齐其他的势力 比如说被善让的高街 没有多久就被宇文县 在信都击破并且俘虏 而洛州刺史 独孤永夜 也是早在建阳城陷落的时候 就投降了北州 至此北齐的50州 162顿就全部归北州所有 基本上就只剩下了高宝宁 还在聚首迎州 高宝宁倒是变相的 给北齐报了仇 因为他是在北州 被杨坚取代 建立了隋朝之后 才兵败被杀的 好 那么以上我们简述了 宇文氏和高氏之间 在40年之间的 主要的时尚战争 其实不难发现 宇文家的崛起 和宇文太等一般武将 在战场上的拼杀 是有一定关系的 但是高家的灭亡 确实和战争本身 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并没有经历什么 惊心动魄的 充满谋略的 或者是寡不敌众的战斗 尤其是灭国战争 打得和儿戏一样 估计此时的宇文雍 自己都很懵逼 我出来是 作战目标是啥来着 这就统一北方了 节奏怎么这么快呢 感谢老铁送来的国家 所以战争呢 只能是 窥视一个国家 灭亡的视角之一 最后我们补充一个 在北史里面 很有意思的描述 说在高阳时期 北州人经常在 冬天黄河皆兵的时候 将自己一方的兵凿开 防止北齐从兵上入侵 而到了后期 北齐的朝政紊乱 国力衰败 前去黄河凿兵的 就从北州换成了北齐 这段记载本身的 真实性是有待考证的 但是这背后 反映出来的强弱知识的变化 是真实存在的 是观察这个时代的 一个特别形象 而又滑稽的窗口